當中道路北斷工廠 在要完工 文科索飛鑽鄉三家村和中村的基民 發行原本通行的車路街23行 在當中北斷通車後的方畢 到時候基民就要駛一大年 今天一天早 收集為當地基民 在現場訂正空義 希望關乎的當中路看幸福營 收集為三村和中村上傳民 主持在新開坡的當中路 跟車路街23行路口登記 我要工作 還我路全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這條路自小的環境很大 想不到一條新開的路 不然把原本的船廟破這兩邊 現在還要把路口放起來 以後要過路就要駛一段 開了就變這兩邊 我們開關在那邊 我這個飲水就要 然後要拆開 還要來這邊 還要拆開再拆開再拆開 你說路向我們封開 我們要拆一天 然後有很多時間 因為這台車有數十多的產能 當頭一天都五、六十台車 這個車子要拆一大年 金粉對做農民 動不住 沒辦法接受 要在路邊開工廠的業者說 這個路口如果封起來 四十萬元的完工 跟每天進出的火鍵車 就要拆一年 不然不方便 又比較增加危險 我們公司完工有四十幾個 上下班 你如果說這路口風雨 要洗樓 增加員工的風險性 第二個 我一個月才有二、三、四十台 四十橋幾個 幾個 幾個如果說這空掉的時候 就是要去頭前 還是後面要去洗頭 洗頭的時候 也是有一個風險 沾對爭民的訴求 管副工部處之外 因為車路的二十三行 跟車路沒有路 兩條路是平行的 而且幾年太快 不適合都涉到十二路口 因為考量路口比較相近 所以這條路目前是封起來的 因為有民眾跟在地的民眾的反應 他們有通勤的必要 所以我們會帶回去評估 整體的評估這樣 所以原本是做分割島 對 原本這邊是做中央分割島 直接通過去 是沒有開這個路口的 那現在回去是什麼 回去會評估這個路口 打開的 去評估它的安全性 跟炮製連鎖的部分 目前當中路北斷 也就是委任主交流道 一直跟火鍋等多款這鍋 已經進入完工改鍋 好看在在通車正前 就發生問題 要怎麼解割 就交給專業來處理 還我入選 大正的新聞 中夕梁 火鍋 蔡永莫倒 還我入選 還我入選